你 太队 您好 叶先生 他是谁 他是一个学化学专业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流落在工厂里 正好 我现在需要一个助手 我觉得他比较合适 我们不是已经给你提供了很多助手吗 我需要一名中国助手 有 请 李律小姐 请 李律小姐 请 来 李律小姐 看看我这别墅怎么样 这别墅看着可真够气派的 四爷 您真舍得把这房子给我住啊 豪宅配美女呀 真是绝配啊 李律小姐 你以后啊也别上什么班了 你就把这个地方当成自己家 那可不行 这天天在家待着多闷呀 而且人还是自食其力的好 四爷 这儿的房子可真够多的 我告诉你啊 在这个地方全是有钱人 绝对的安心 那感情好 来 请走 李律小姐 你要是喜欢这个别墅的话 您就一直住着 从今天开始这个别墅就属于你了 那多不好意思呀 李律小姐 李律小姐 我是不是能看一看 山湖伏头塔呀 四爷 您这么热情 该不会是 惦记上那件宝贝了吧 不不不 我哪敢多人知美呀 我只想一赌博保风采啊 四爷 我实话跟您说吧 您当这杨少爷 真的这么相信我的 这东西 他早就已经放在了银行的保险柜里边 单子倒是在我手里 但是他跟银行的人也说了 这十天之内 只能他自己本人亲自去取 十天之后我才能提货 但是到时候也得带着宝贝回天津 交给杨家老爷呢 为何这样安排了 还不是因为 对待奉天做生意没信心呀 这外边是什么呀 四爷 四爷 有您在这儿帮着杨少爷 他在奉天有什么事是办不成的呀 而且您放心 那件宝贝呀我看过了 或真假是 也罢 那我们就在这儿 等着杨少爷早日归来 这段期间呢 莉莉小姐的一切就包在我的身上 谢谢您啊 我不谢 叶奶奶 请回屋吧 他们 那都是我的邻居 都是有钱人 所以说嘛 你在这儿住是非常安全的 四爷 您要是晚上没事 不如去听我唱几曲啊 好啊 那我们回去吧 走着 好啊 我客人 乖了 估计山本也想到 我们会来找汪德府 小米西武 你们想办法混进去 养活在下 我怕他会暴露 怎么养活 不会办法 先跟我来 玫瑰 玫瑰 最久美 玫瑰 玫瑰 最严厉 这个歌女之前在这儿唱我歌吗 这个歌女啊 是前几天刚来的 说是在天津和红的 是吗 对 唱的有点意思啊 看来汪四爷跟这位莉莉小姐 认识不是一天两天啊 嗯 莉莉小姐 你怎么来了 莉莉小姐 真在这儿 让我好一个找啊 谢谢啊 好 我可是专程从天津过来捧鸣城 您不认识我了 您是 您是 对 我是武大哥 武大哥 对对对对 武大哥是吧 瞧我这记性 让您真诚想跟金津过来捧我的场 太不好意思了 这位兄弟 这位兄弟 那我们喝酒 您是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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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专程从天津过来捧莉莉小姐场 她在我们天津可是红人 小子 你听我一句劝 这是在奉天 不是在天津 做什么事情你要考虑起 你再说 这莉莉小姐是我汪德普朋友的缘 你可想好 我的话你听清楚了吗 武大哥 我谢谢你的一片厚爱 你还是回去吧 汪四爷在奉天 那可是头一把 你惹不起的 你还是走吧 谢谢了 我来呢 只是想捧莉莉小姐一个人场 如果不方便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 还算你懂事 拿着 来 走吧 行 你得行 你得行 我想啊 你今天晚上还是到别墅去住 省着历次这种人再来骚扰我 但是我还得回酒店收拾东西呢 再说了 今天也有点累了 改天吧 别好 愿意为莉莉小姐下落 好 别墅钥匙 这是我别墅的钥匙 大全就落在你手上了 明天我要去长村 两天之后回来 我希望在别墅能见到你 谢谢王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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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真是一个美妙的夜晚 是啊 能听到你的歌声真是太美妙了 那今天晚上的演出就到此结束了吗 我都结束了 那我送你回酒店 不用了 从这儿到酒店两分钟就到了 再说 我还得换衣服呢 也好 有杨少爷的消息一定要告诉我 您放心 那我就先回去了 再见 晚安 陈彩霞 你能不能别老这么胡闹 你知不知道今天多悬哪 要是山本河小野去了歌厅的话 那我们整个计划都会泡汤 不是没泡汤吗 那是侥幸 小妹 你把你看到的告诉她 一开始 日本人是很怀疑彩霞姐的身份 后来 直到习武哥上台送了话 日本人才放松了警惕 尚大哥 谢谢你啊 今天安慰你了 我本来是想要跟你们商量的 但是我知道你们肯定不同意 所以我就擅自做主了 我知道错了 可是 我看下来是 别墅的钥匙拿到了 而且这两天汪德甫要去长春做个生意 这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咱们总不能放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去吧 再就是汪德甫真的盯上佛头塔了 时间久了 我也怕露馅啊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保证 夏不为力 你还想有下子 彩霞 你先坐 彩霞 平平安安地回来 这比什么都重要 别发怀了 彩霞刚才说的没错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咱们一定得把握住了 那旁边的其他地方 进过我们观察 这个莉莉小姐与汪先生 关系不一般 像是老相识 而且 还有人专门从天津过来 给这个莉莉小姐烹衩 还差点与汪先生翻扬口脚 空业祸水 如果不这么做 还就不是汪德甫了 叶小仙那边怎么样 回大佐 还是一点成果都没有 最近他好像在工厂 由赵立明驻手 驻手 陈地计划 追 追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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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往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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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走 快快去 站这儿 这么快 快去看好好的 来 给我盘查 核对他们的信息 是 把衣服穿上 不要问为什么 快点 然后 把这所有的公式写在黑板上 好 快 等等 过来 你们几个都是迪卡分别 这里的工作已经不适合你们了 你们会被送到其他地方 带走 大飞 小宝 大飞 小宝 小宝 别啊 大飞 小宝 带走 这不带走啊 好了 我回去工作吧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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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走 还是 husband 她 你福了我 先生 我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你一下 您说 这个人是谁 他是我助手 助手 对啊 你所有助手我都见过 他是我新找的助手 那你便宜孩子 他有什么点来的 他是 叶先生从宫人中挑选出的 叫什么 我就 我没有问你 叫什么 马富民 南开大学 化学专业的学生 马富民 你怎么要专业 那个 没学好又好赌 没招了我只能抢银行去了 这 这就被抓这儿来了 没想到在这儿碰着叶先生 叶先生一看我这 动点化学质 就把我留下当他助手了 这儿不需要你 你回去吧 叶先生 您一直说实验进度太慢 现在我需要这样的一个助手 可以加快进度 叶先生 这里有帝国最好的专家 你可以随便挑选什么人 做你的助手 可是我不懂日语 沟通有问题 我需要一个中国助手 既然叶先生这么坚持 我也没有理由不配合 马富民是吧 乖 乖 你说你是学化学的 是 元素周期表 你应该会背吧 山本先生 这太小儿科了吧 背吧 他还有某一个前面的 你也讨论吗 他就已经在家里面了 他和你了 但是我呢 笔记本 焦鸡 �ấp 欣景先生会在黑板上 写一个化学公式 你 去把它写完整 任美先生 这些都属于 最高端的化学知识 你才为难他 我没有为难他 我只是看他 有没有资格 注意到助手 开始吧 那什么 这个有点难 我得想想啊 你欺负 鬼子既然是针对我们小组的课题 就一定会找到当中一些 简单的化学公式来考察你 黑板上这两个公式啊 你一定要记住 妈了 没想到 没想到 这里竟然有你这样的高财神工人 真是帝国之星 好吧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叶先生的助手了 如果做得好的话 我会大大的有奖励的 继续工作吧 都是小周老师叫我的 你先熟悉一下这里 赵霞 去看看 好 好 妈妈 我要爸爸 我要爸爸替我玩 继续乖 爸爸很快就回来 把我们借回去 嗯 真可怜 不看 那天常山应该就是叶小仙的 毒私人啊 叶小真是太可怜了 本来幸福和睦的一家人 被小鬼子弄到这里来担惊受怕 杨妃 近在之时 还要等多久 这件事不能着急 咱们一定要有耐心 眼下咱们要做的 是想办法不让小鬼子 逼叶小仙制造出毒气弹 周路 你们那怎么样了 弄好了 但不知能不能混过去 反正所有的科学 都需要无数次的实验 这需要耗费他们的时间 就算错了 他们也无话可说 假材料怎么给叶小仙 通过叶夫人 这是眼前唯一的办法 有干掉周围的日特很容易 但是要接见叶夫人 太难了 既然是邻居 我想办法接触 行 但是你要注意安全 放心吧 药 来 我是刚搬过来的 我们现在是邻居了 怎么称呼啊 不行 鬼子钉得太紧了 周路 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 叶夫人在电报局做我 是啊 怎么了 你要给他发电报呀 摩斯马 吃了吗 邻居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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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吃着吧 好 被带动了 全都是咱们康连的通知 我估计他们现在已经 我知道 你现在和我们的虫子 就给鬼子拼命 但是你必须时刻记着 咱的任务是什么 等我出去了 必须跟他们好好干几仗 有点 不是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 正好碰见他废了 他不也是康连的吗 他怎么没给带走啊 这时候得琢磨琢磨 你还别说上次你提醒我的 还真对 在这儿咱是得多留几个心眼啊 小江 多盯着点 明白 行了行了 你赶紧吃饭吧 人是铁饭是干嘛 真饿坏了怎么办啊 快快快快 吃饭吃饭吃饭 那先吃吧 饿死你 小朋友 真可爱 你叫什么呀 我叫叶俊 爸爸妈妈都叫我俊儿 真乖 吃这个 吃什么呢 干什么呢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我就拿个苹果给孩子吃 你们吃了许的吗 小姐 这跟你没关系吧 以后不要 跟这家人再有太多的联系 我还告诉你 在凤天没有什么人是我不能接触的 我可是汪四爷欠过来的 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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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姐姐 你们家的下人 可真有意思呀 这位小姐 没什么事情 你就早点回去吧 我呢就是看俊儿可爱 来 这篮子水果 给孩子吃 不行 你看清楚了 里面就是苹果 香蕉 梨 还有一个大西瓜 姐 你听 这稀果都熟透了 透脆了 谢谢你了 不行 你 过来 把里头切开 检查一下 你们这些人还真有意思 把这水果都切了 让人家怎么吃啊 蒸谁惹谁 俊儿 以后没事的时候 到阿姨家来玩 好 好 怎么样 他收到你的消息了吗 我用摩斯玛给他拍了两遍 约他到阳台见面 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得懂 那几个小鬼子真可气 我都想崩了他们 希望文慧姐能看懂你的手势 但愿吧 文慧姐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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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 不要命啊 去吧 快 在家 来 九匿 同时九医 转告一配合 都看见了吧 都看见了吧 我觉得她应该是看懂了 所以咱们的行动更要加快了 梁菲 我倒是觉得 咱们从档案馆里找到的图纸 不完全是废纸一张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是原来的 川崎工厂的长途 山本 怕咱们一眼就能看出破绽 所以故意在一些 关键的地方动了手脚 反倒是弄巧成拙了 现在我们得寄希望于佳江和黑子 看他们能不能摸清楚 厂里的一些具体的细节情况 然后画出来 通过夜扫传递给咱们 今天补给车进去第二次了 今天补给车进去第二次了 西武哥 你真警局 在丰田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养成习惯了 没吓着你吧 行了 你休息会儿 我盯着 没事 我盯着吧 对不起 小梅 等仗打完了 你打算干什么呀 我没想过 但是 我想这小鬼子 一时半会儿也打不完吧 我相信总有一天 会把这些小鬼子 都赶回老家的 那喜武哥 等打完了仗 你打算干吗呀 跟你一起上山打猎怎么样 弄间屋子 打猎劈柴 好啊 没有 叶先生 您这整天在这看这黑板 看文件 不会真的是在帮小鬼了吧 我也不知道我在帮谁 我不知道 没有进度 又见不到家人 我跟你说 我根本混不过去的 日本他们有自己的专家 哪那么好糊弄 叶教授 你们一家人更活不了 那飞哥到底是干什么的 飞哥是我们的队长 整个营救行动都是他负责的 也就是我不知道 您有没有想过 日本人费了这么大的劲 研究这个东西 一旦研究成功啊 这就会立刻成为 他们这个国家的最高机密啊 你一个中国人 他们会允许一个中国人 知道这些事情 这些秘密吗 所以我建议您 还是研究得越慢越好 这样外面的人才有时间 营救您和您的家人 今天怎么样了 叶小星情绪很不稳定 我怕外面慢了 他真破管的破水 给小鬼子来真的 咱就麻烦了 可是咱们已经 进来六点了 可不是嘛 飞哥要是再慢点 咱哥俩可能真的交他在这儿 我跟你说啊 你没事就到我那儿 吃点好的去 你总干力气活 不吃饱了那儿行啊 是不是 行 没出息的东西 你 你说谁没出息 等别准备了 怎么样 看 shops 坐 Nh椅子 进去 我们启荣 我都跟她说了 后面怎么做 就看她自己了 梁飞 图上有些位置 还是不太清楚 我想再去实地考察一下 好 我陪你去 就交给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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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了 我问你在干什么 怎么了 出事了什么 不是 我了解一下工厂的出入口和补局啊 为什么 叶先生 只有你能通过你的夫人 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 你到底有几场麻花 我告诉你啊 我可以死 但我的家人不行 叶教授 就算是死 也是我们所有人陪着你一起 叶太太 您不能出去 我那样的衣服 被风吹到了对面的院子里 我去取回来 您不能出去 为什么不能 那是我丈夫的衣服 我当然要取回来了 这样 您上去休息 我帮您去取 去 谁呀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我们家不需要看门的 我们的衣服 调到你们家来了 我们来看看 衣服呀 我本来是想给你们送过去的 但是看你们几个那么凶 谢谢你 我们家好看呀 能离衣服还不走 走 走 叶太太 衣服 谢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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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長老弟 有這麼好的消息 要告訴我的嗎 沒有 還在研究中 還在研究 泰哥 有进展有进展 昨天晚上这个叶教授 还在这儿偶叶演算 是吗 是的 叶先生为我们测算了 实验的结果 帝国的数据还算可靠 我已经让他们再次测算了 如果可以确定 我们就可以进入 下一步的沟通 那进展很大呀 这样吧 叶先生 晚上我请你喝两杯 庆祝一下 好 叶我心灵了 我现在想见到我的家人 没问题 我马上安排 真的 我们迎着阳光 一路向前从不肯回头 我们站在闪电 追逐方向一刻不停留 逃洒热血只为心中太阳 不停留 纵然付出胜利 无怨无悔 手腕手肩并肩向着逃活 为了胜利我们全赴后期 想要飞翘 想要飞翔在那天空 热血冲破胸膛已沸腾 展开翅膀 卷起风放 勇往直前 我们迎着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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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 一路向前从不肯回头 逃洒热血只为心中太阳 纵然付出胜利 无怨无悔 手腕手肩并肩向着逃活 为了胜利我们全赴后期 想要飞翔在那天空 热血冲破胸膛已沸腾 展开翅膀 卷起风放 勇往直前 要大地听到我们互相 想要飞翔在那天空 追寻那心中的太阳 展开翅膀 吹散乌云 勇往直前 迎着朝阳我们安守过步 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